我们谈论的是化学班长度管理压力 但很多人认为保持中间 我们应该能够根据需要在化学班上的任何地方是架直接压力 我们要做的方法是接着一个老朋友,裸鞋 这个技巧的关键是我们要完全在靴子里完成我们的裸鞋动作 当抬起十个教知识,精涉接触增加 化学班的前段更重,所以后段感觉更轻,向下滑动 当我们将胶质胺下势,实际上是从化学班的前段移动 视为不变的更重,从而是前段下沉 所以我们通过管理金固设,接触以及调整胶的整体位置 来影响化学班的长度上的压力 这个联系对于控制速度在点拨中非常有帮助 通过裸鞋,你可以决定在任何凸起表面上划行的位置